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道 完了之后 这一道 这一道 然后 还有就 这一道 就我自己只做了这几道 但完了之后 就这个大的定理 如果有人想了解的话 就在这个这篇文章里面的定理6.1 就是他就完全写了出来 所以 然后我就 这里面的这几道题 我有一些也是就是跳步那样大概的做了一下 所以 我先把那些定义都写下来 那这样子方便 方便大家回顾一下 所以 第一个是Rank Reflecting 对吧 我说Kappa is Rank Reflecting 当时 当时 正在这一道 最适合 这一道 最适合 当时 对任意的公式 每个这些计划 咖啡上面 啊 我写就是这个中文跟英文是反过来 啊 就意思说如果对吧 你看卡卡卡卡就像是一个分水岭呀 然后如果上面V贝他满足了一个 啊什么5C 就这个下边 一定会 再发生一次 就是卡卡之上肯定不能是某一个 叙述C 见证某一个公式V的第一个地方 就大概这个意思就是Rank reflect 完了之后 这是ZF里面的 然后这个呃一般叫做Magidor定义 啊在我的个人网站上面有一个那个我两年前也是给复旦的属校讲的这个跟跟平时的那个啊 Altra filter那个的等价定义 啊 这个这两个定义的等价的证明 啊我们说卡帕是 啊 是个compact 当前进当啊 啊 你去卡帕上面找一个贝他 你就能在卡帕下面 找到另外一个啊 贝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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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和 啊 这个定义的弱化就是叫almost supercompact almost supercompact 就是我不要求它critical point 怎么怎么回事 我就只要求它有某个不动点 就是我看看下面的c 看kapa上边的一个beta 我就总能在kapa下边找到一个beta bar 完了之后和一个初等线路 也是从小的这个vbeta bar到大的vbeta 然后并且这个c就是vbeta bar 也能看得见这个c 完了之后c是不动点 然后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个 我们说claim 我们说如果kapa是almost supercompact 那么kapa就是rank reflecting 然后这个它就是比较简单我们就分几步 所以第一步就是let c我们找到一个kapa以下的 然后我们让它见证就是suppose 的alpha是最小的 见证gx的这个v alpha 然后我还要加一个什么 我还要加一个什么 我还要加一个什么 let vx pa formula 对吧 我们给定一个公式 phi 然后就是给定一个alpha alpha是最小的 使得v alpha 满足5xc 对吧 然后第二步就是一个分类讨论吧 就如果alpha本身就是在kapa底下 那就结束了 对吧 因为我们想要这么的就是这个 然后第三步就是另外一个情况 如果你alpha在kapa上面 对吧 我们就通过almost supercompact定义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alpha bar 对吧 在kapa的下边 然后初等嵌入v alpha bar到v alpha 然后他并且他这个fix了这个c 对吧 对吧 那接下来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很常见的反射论证 然后就是我们知道v alpha 认为phi xc 对吧 这个是根据假设 但是但是phi xc 就是pxc就是pxc对吧 然后我们把它 用就是考虑这个初等嵌入 你把它拉回来 这个v alpha bar就有 也有 也满足pxc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个矛盾 因为alpha是最小 就我们假设alpha是最小的这里 然后接下来一题就是 换个颜色 这一题 这个跟第一天 第二天那个strongly compact 是类似的 就是这种 你可以找到初等嵌入 使得这个m能包含任意多东西的 这种这个这个这个性质的大技术 它都会是 就是sigma 2 reflecting 就 今天有时间我就 把它写出来 这个是gfc 然后claim是 如果kappa是supercompact 然后那么kappa vkappa就是 v的一个sigma 2 初等子模型 就他们对sigma 2 语句的判断相同的 然后 我这里稍微作弊一下 我拿这个还是 那个 embedding的那个定义 就是还是用embedding 对 这样容易一些 就是 而且这样比较 就是我在这里 证明你做的东西 就比较显然一些 ok proof 我们要先证一个 这个是 Levy的Levy的Levy 这里也是选择公里 也是在这边用 然后这个就是 如果 kappa 就是另外一个kappa 如果kappa 是不可数奇数 那么hkappa 是v的sigma 1 初等子模型 对吧 这个怎么弄呢 就是 hkappa 满足一个 什么sigma 1的东西 然后推论v也满足 同样的东西 这个很简单 对吧 这个因为这里是delta zero的 然后sigma 1 又是向上绝对的 对吧 所以这里没问题 然后难的是另外一边 就也不是难的 就是non-trivial的另外一边 就假设 我们let p 作为hkappa的元素 然后suppose suppose v满足 存在一个x phi xp 对吧 但是p属于hkappa 就说明它的 这个transitive closure 大小 也小于kappa 这里可能我需要再加一个 我加强一下 这里是 假设它是regular 假设它是正责 技术 技术 OK 我不确定 可能singular的情况下 这个hkappa的定义 要稍微改一改 对 反正在kappa是regular的时候 你就有这个 那完了之后 你就固定一个就是fix beta 就是根据反射的定理 你就v满足这个东西 就让vbeta 也满足这个 对吧 你会能找到这个vbeta 因为就是反射并有 他从v就反射到某个vbeta上面 然后去 beta要large enough 就足够大就可以 然后就这时候用这个 downward11 times column 然后get这个 它的初灯字模型 M的大小 然后p是m的元素 对吧 然后它是由于m是vbeta的初灯字模型 所以m就是一个量级的结构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所以m等价于一个transitive n 然后这个n的大小也是小于kappa 对吧 那这个时候n就是 hkappa的一个元素 对吧 但这时候n 因为它是初灯字模型 所以n满足这个 对吧 这个是一个sigma1 所以又向上绝对 所以hkappa也满足这个 ok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整 这个lema就是这样整 然后 我要证的是 ok 然后我要证的是 这个vkappa是sigma2 elementary ok 我们就假设 就从从小到大 那个方向就也是比较容易 比如说vkappa 满足 xsx for all y by xyp 对于某个参数p 然后你要 说v也满足这个 那这个就容易吗 同样道理 这个是pi1的 但是vkappa 等于hkappa 那hkappa又是 跟v是在sigma1的 判断上是一样 所以它跟pi1的 判断也是一样 然后当 当你跟v的这个sigma1 pi1判断都一样的时候 这个sigma2对你来说 就是向上绝对 所以此时sigma2就是向上绝对 对吧 所以这个方向不难 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假设v满足 这样一个sigma2句子 然后其中的参数来自vkappa 嗯 然后 呃 v说存在这样一个x 那么就let 嗯 a 啊 属于某个vlambda lambda large enough 就随便取一个大一点 啊 winness 就把你就取一个a做见证 啊 完了之后 你就啊 pick一个啊 根据supercompact的定义啊 取一个v到m 然后让m满足啊 啊 比如说vlambda 啊 奇数的序列 啊 m对vlambda 奇数的序列 封闭 啊 然后j kappa 大于啊 这个vlambda 的奇数 OK 这个这个存在是因为根据啊 supercompact的定义啊 然后所以 所以什么呢 就是啊 vlambda 呃 m对vlambda的奇数封闭 告诉了我们啊 啊 vlambda 整个就被包含在m里 对吧 因为你想vlambda本身 因为我们现在要选择公里了 vlambda本身就是一个vlambda 奇数的序列 啊 你就可以想象它是你从空级慢慢 就是把这些东西串起来 这样一个vlambda的奇数序列 所以 嗯 那这就说明了 a 啊 也在这个m里面 对吧 然后与此同时因为p来自于啊 然后 与此同时 OK 这不是他的推论 我就说与此同时 p属于vkapa这个参数 所以我们知道啊 p就是 是j的不动点 然后他也在m里面 那现在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绝对性的考虑 和反射的考虑 对吧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知道 m满足 for y phi a y 啊 p 对吧 这个是因为 啊 m是v的一个字模型 完了之后 只有是个p1语句 然后是downward absolute 对吧 他向下绝对 OK 然后 啊 这个推论出什么呢 这个推论出 嗯 v p j kapa 啊 m以上的 这样一层 满足 fro y by a y jp 对吧 我写jp是因为等会方便看这个反射到底用在哪里 对吧 这个jp就是p 啊 然后我们就把他反射因为这里这些东西都有j在这我们就把他反射回v那里我们就vkapa满足 这个这个不带j的语句 然后你再把a通过存在小呃存在量子量子把它弄没有然后就就得到vkapa满足这个句子OK 嗯 然后呃我们不单只想知道这个supercompact是sigma2reflecting 我们还想知道它是一个limitofsigma2reflecting 嗯 但这个也不是很难就是你一旦想知道一个用初等嵌入定义的大基数是一个limitof什么什么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的本能反应就是用反射论证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嗯 claim 嗯 嗯 kapa is a limitofsigma2reflecting cardinal 嗯 就这个kapa是是是上一题那个就是它这个supercompact 嗯 然后这个证明就是首先就是你要反射 对吧 嗯 嗯 就是那上一个我们证明了kapa本身就是sigma2reflect reflecting 对吧 嗯 嗯 嗯 然后我们要推论 呃呃呃呃m也认为kapa是sigma2reflecting 呃这个怎么做呢这个其实不难它就只是有点要 嗯 嗯 嗯 我们 嗯 让我看想想 在m里边我们说m里面的vkapa 啊 啊 啊 如果m里面的vkapa 认为啊 某个sigma2语句 为真 那么考虑到m也认为kapa是inaccessible 所以vkapa等于hkapa 然后就是用levy的那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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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M满足一个Sigma2句子 然后其中参数来自于这个Vkappa M就我写 我一直写VkappaM 但是根据这个初等嵌入的这个 性质VkappaM就是Vkappa 然后 我们就留意到 这个P就等于JFP 所以我们就把这整个东西拉回 这个V里面 V就有这句话 对吧 但是我们已经证明了Kappa 在V里面是Sigma2 reflecting 所以这个Vkappa就也满足这句话 对 然后 由于 这一个 这一整句话 它的复杂度是 Delta E 它用上了Vkappa这个元素作为参数和P这个作为参数 但你 有了这两个参数之后 它就是Delta E因为就是在讨论满足关系 但是这两个集合 它们都在M里面 所以Delta E 员 与句在M和V之间是绝对的 所以我们就有M也认为Vkappa 满足就是这样一句话 对吧 那我们说这么多是要证明什么呢 其实这就是我们证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 就是 Let J VM V Elementary 对吧 然后 Critical point J 是Kappa 并且 Kappa 是 Sigma2 Reflecting 那么 我们就有 Kappa 实际上属于 J 的这个集合 Lambda 是 Sigma2 Reflecting Sigma2 对吧 对吧 你J了它之后 这就变成了M里面Sigma2 reflecting的东西 那我们刚刚就认证了Kappa是M里面Sigma2 reflecting 然后 然后 这样子 在那个 这个定义里面 Derived filter的定义 不就是 我们要那些 subsets 使得 Kappa in J 对 这样种出来一个 Derived measure 就会是一个什么Kappa Complete Ultra filter 啊 对 就说明啊 Kappa 底下的 那些Sigma2 reflecting Cardinal 就会是 呃 呃 有测度1 在这个measure里面有测度1 所以Kappa就会是所以它在Kappa底下会是无界的 对 OK 嗯 然后 下一题 呃 也 不难也比较简单 我指的是 呃 呃 呃 这一题 Oops OK 这个就是 OK Claim 如果Kappa 是 呃 Sigma2 Reflecting 那么 嗯 Kappa 就是 Rank Reflecting 嗯 这个实际上就是 呃 呃 看一下这个 呃 Vkappa的定义的这个复杂度就是 什么呃 Valpha这种定义的复杂度 嗯 就是你到Sigma2 Reflecting的时候你就能reflect 足够复杂的语句就是的你就可以见证你的Rank reflecting 就是说 写出来就是这样 Proof 嗯 Fix 嗯 固定一个啊 Kappa底下的什么叙述Gamma 然后固定一个公式Phi 然后我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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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a B Such that 嗯 我们就随便搞一个找一个见证 对啊 Vbeta见证了这个Phi gamma 嗯 然后我们想证明Beta在嗯 OK 我我我让Beta作为最小 OK 我们想证明Beta在Kappa底下 对吧 就这个Phi Phi gamma第一次被见证的层级一定是在Kappa底下 嗯 那我们此时就啊注意到这个存在一个Beta 嗯 VBeta满足Phi Gamma 是啊Sigma2复杂度 然后他用上了 嗯 Gamma作为 啊 作为参数 嗯 为什么因为这个满足关系Delta1 然后你说一个东西是不是Vbeta 这个是Phi1 所以这这这这整个东西就是Phi1 完了之后你要在前面说一个exist 所以就导致这一整个东西是Sigma2 啊所以 嗯 嗯 所以 嗯 我们就有V就这个这个是在 嗯 整个V里面满足这句话 然后满足一个Sigma2 所以V卡巴是Sigma2 reflecting 所以V卡巴就 能把这个真相反射下去 就是V卡巴认为也存在一个Beta VBeta满足PhiGamma 对吧然后这样的一个Beta V卡 一定是在卡巴底下 因为它是V卡巴的一个元素 OK 好 嗯 然后嗯 我今天讲的最后一个题就是这个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 嗯 嗯 他说这个filter的complete 你就只需要一个filter 就这个大概直觉上 嗯这是一个挺令人惊讶的一个结果 就是 Kappa complete的意思在没有选择公理的情况下 就是Kappa complete的意思就是我们只对 嗯能被良序化的一系列子集的交集封闭 嗯 但这个命题告诉我们就是 嗯 只要我有 嗯 只要我有这样一个 比较弱的条件 因为在没有选择公理的情况下 很多子集是不能被良序化的 很多子集的序列 嗯 我只需要对那些能良序化的 呃 子集序列 呃 我只要对他们之间的相较封闭 好 这样子我就可以对任意的 或者更广的一类 的子集序列 对他们的相较封闭 就这个是 呃 对我来说 我在我看来是有一点点 呃 惊讶 OK 然后我 嗯 这个有一点点长 我看我要怎么写 嗯 嗯 我先证明个 来吗 OK 嗯 嗯 OK 我先证明两个来吗 第一个来吗 OK 这个我我第一个来吗 比较简单 我就呃 先 不证明我 我就写下来 呃你们看一下 嗯 这个是 嗯 这个是 我们先 啊 嗯 A set s 啊 我们说它是f positive 对吧 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 啊 测读f 嗯 嗯 当切尽当 for all x in f 就它相交于这里边的每一个 啊 啊 啊 这测度里面的每一个集合 对吧 就比如说 啊 啊 stationary sets 就是啊 club filter 嗯 我想想 我写这个f club 就是说这个club filter的positive positive positive 对 嗯 我之所以要考虑这个是因为 嗯 要嗯 有一个 啊 我我我讲证明一个等价的就是对于completeness的等价的这样的一个 啊 描述 对吧 这个positive啊 的意思就是 嗯 嗯 它是叫 它之所以叫positive 是因为如果你把考虑成测度的话 这些集合 这些positive的集合就有点像是有 就是positive measure 一样的一样的集合 ok 然后 我们 然后这个lima是什么呢 这个lima就是 嗯 f is 嗯 等一下 嗯 嗯 Valpha complete Valpha complete 对吧 Valpha complete的意思就是这个 就像kappa complete Valpha complete Valpha complete 当些尽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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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任意的嗯 嗯 嗯 F positive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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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如果你把这个 嗯 s 拆分成 嗯 嗯 一个由Valpha 为下标的一堆小集合 其中一个 嗯 嗯 一定也是 嗯 F positive 啊 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学识分析的时候 学那个测度里面的那种啊 additivity就是那个additive那样子的那个意思 嗯 嗯 这个就 嗯 你要证明它的话你要抽象的证明也可以 就是最简单 你看出来这为什么成立的一个就是考虑 啊 如果一个stationary set 啊 啊 嗯 嗯 s 被拆分成了s1和s2 假设他们是不相交的啊 然后跟啊 啊 这s1或s2 这这两个集合啊 其中一个一定得啊也是stationary 嗯 然后你证明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关键就在于啊 啊 啊 如果你有两个club c1 c2 然后c1和c2的交集 也是club 对你就想你你去考虑一下为什么这个成立 然后你就可以很简单的把它抽象的应用在证明这个类码这里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就是对于给定的一个啊 啊 这个抽象意义下的stationary sets 也就是这种f positive sets 然后给定他的一个拆分我们的目标就是找到一个这些拆分里面的一个集合 嗯 使得 嗯 那一个拆分本身也是f positive ok 然后我们现在要证就是claim 嗯 嗯 suppose 嗯 如果sx 然后x是 嗯 嗯 以v alpha 就是sx 然后由v alpha里面的元素 作为下标的这样一个集合 对吧 如果我们现在没有选择公里如果有选择公里的话 这样的一个sx就是一个正常的序列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像自然数会叙数序列一样 但是我们没有选择公里 所以我们不知道v alpha上有没有一些量序或者什么之类 然后这其中是alpha小于kappa 对吧 然后我们另 啊 啊 f为 啊 某个delta上的 啊 啊 啊 一个kappa complete ultrafilter 就是题目里面说的这个ultrafilter 然后 然后 然后再假设 啊 我忘了说这个这个序列是什么 我们说呃这个序列是 呃他的s的partition 哦也没说s是什么啊 这个全部全部反过来讲呃 在这里加一句 嗯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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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程序讲 我们说let s be f positive 嗯 我们记 这个这些 OK不好意思 我重新写一遍 我讲的顺序完全讲反 不好意思 我重新讲一遍 我要claim suppose F 是 Delta上的一个 kappa complete ultra filter 然后s 是一个 f positive的集合 然后 这样的一个序列sx for x in v alpha 是一个 s的partition 对吧 我们把s拆分为这一集合 然后我们的目标 要正的就是 这其中 某一个sx 也是 f positive 要做的是这个事情 OK 然后根据我们上一个lema 这个就是等价于 它的这个 对交集封闭 这样一个事实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 比较 技巧性的一些东西 我们先定义 for beta in s 对于s里面的 那些beta 我们let dbeta 为这样的一个集合 对吧 对吧 我们注意这是一个 v alpha的子机 对吧 第一beta就相当于说 我问说 OK 哪些脚标 要把beta 弄进了里面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然后我们观察 observe 此时呢 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集合 d beta 然后 beta 然后beta less than delta 这样的一个集合 然后它也是一个能被量序话的 对吧 因为它被叙述下标了 所以你这个叙述 就可以把它量序话 是一个 the well orderable family of substats of v alpha 然后此时我们考虑一个 事实 fact 不存在 让我看看 不存在一个 由kappa 到 v 要想想怎么说 alpha plus one 的 单色 对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事实呢 这是我们用到这个 假设的地方 我们用的 这个事实 我们用的是这个假设 对吧 如果这样一个单色存在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些单色 的逆应色 就是你把它考虑 你考虑 如果如果有这样的单色 你就考虑它的这个逆应色 完了之后你把它考虑成一个从valpha到kappa的音色 对吧 对吧 你你如果定义在valpha plus one上的话 你每一个集合 就是 valpha的一个子集嘛 你就把它 我不知道写一个什么 star之类的 你就可以生成一个 从valpha到kappa的满设 所以就有这样一个事实 ok 就 有这样一个事实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能帮助我们了解 这个dbeta的一个性质 对吧 我们首先观察到 delta一定要大于kappa 对吧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呃 f是一个呃 kappa complete ultra filter on delta 对吧 你不可能在一个呃 小于kappa 的集合上面 而是小于delta的集合上面 对 你不可能在一个小于kappa 的集合上面有一个做一个kappa complete的filter 对吧 不然的话你就考虑呃 一个一个就是呃 全集减去零 全集减去一 全集减去二 这样子的一个呃 递减的集合 然后他们的交集就会是空集 所以delta肯定要大于kappa 嗯 然后所以 so 嗯 by 这个fact 对吧 这里这个fact 嗯 啊 这个 d beta for beta less than delta 这个集合的大小一定要小于kappa 对吧 不然的话你就可以 嗯 把kappa 单设进v alpha plus one 里面去了 对吧 因为这些低beta 都是v alpha的子集 所以他们都会是v alpha plus one 的元素 对吧 所以这告诉我们就肯定会有很多repeats 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说 嗯 there must be a lot of repeats 就是这些d beta 一定有很多个d beta 这些就是 嗯 都是同一个东西 对吧 ok 然后我们这时候就在定义另外一个 嗯 然后换个什么颜色 换个蓝色 所以我们就定义了d beta 然后我们知道这d beta 你这样排列出来一定会有很多 嗯 重复的重复 就是重复列举了很多东西 那我们就考虑一个 let a alpha 哦是不是用过alpha 不好意思 啊我这里用过一次alpha 对吧 但就你知道什么这个不是上面那个alpha 这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啊一个bounce variable alpha 那算了还是改写一个let a gamma 我们要定义一系列的delta的子机 啊 我们把那些重复的元素 啊考虑做一个 就是我们就有有点像我们想要追踪哪一些东西 哪一些东西重复了 然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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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因为 啊 啊 啊 如果这个啊 对于两个 啊 A gamma和A gamma prime 对吧如果他们不相等的话 那么这就意味着存在一个c 啊 dc等于d alpha 但是dx不等于d alpha 但是dx不等于d alpha 不是d alpha 不是d alpha是d gamma 然后dx不等于d gamma prime 也就是说嗯每当你有两个不相等的这些a集合 你就可以搞出两个不相等的这个啊d集合 然后但是d集合啊啊大小小于kapa 所以这些a集合小于啊大小小于kapa 然后并且and 嗯 如果你考虑这些a gamma for gamma in s的这些并级 你实际上发现这个就是s 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定义 um alpha就在 嗯我用了alpha对不是呃是gama gama就在a gamma里面 对吧这根据定义得到 根据这个dd这集合的定义得到 那此时我们就到最后的临门一角 嗯 那几乎最后的临门一角 就是我们观察 嗯 这个a alpha alpha in s 就是一个 partition 嗯 就是对一个s的拆分拆分成什么呢 拆分成了小于kapa那么多的 嗯 嗯 f positive s 对吧然后但是这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了这个 啊 一堆量序的 可量序的序列 啊在这个 啊 就可量序可量序化的一个集合 然后是从这个f这个测度里面出来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上我们这个kapa complete的假设 对吧 对吧 然后说 kapa completeness 嗯 这些 啊 啊 a alpha 一定是f positive 啊 这个就是最开头的那个lema 就是positive 就是completeness的等价定义就是拆分positive集的这个等价定义 嗯 那呃 那我们这时候就对于这个f positive的alph呢 嗯我们就fix 啊 啊我又写了alpha不好意思 哎我这个希腊字母不够用 这个是a a gamma 对吧a gamma 那对对于对于我们说f positive就是a gamma呢 嗯 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我们对一开始的那个v alpha 对吧就做一下表那个v alpha 给定一个x 使得 嗯 gamma属于sx 嗯 对吧这个gama是这个啊我们说是f positive的a gamma 的这个gamma 嗯然后再观察 啊 a gama是sx的字迹 对吧这个可能第一眼看不是很明显但就是如果你仔细看这个这些a a gamma的定义 啊 然后你在这里 然后你再追溯到d beta的定义就可以看出来 嗯 就为什么他会是这个字迹 但这个是f positive的 啊 就意思说他相交他与每一个啊f中的集合都都有相交非空吗 那如果我比这个集合还大那他也是那这个sx也是f positive 然后啊啊然后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就正好就我们最开始的目标 是对吧我们回顾一下最开始的目标是要找到一个sx对吧是f positive 然后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个拆分sx的拆分 把它通过这些技巧性的操作把它改成一个可被量序化的 啊一个小拆分 然后完了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啊这个kappa complete的这个条件 然后找到一个f positive的这样的一个拆分的a级 当然我们的这个通过这些技巧呢我们就可以使得这个拆分出来的这个a 是他的这个嗯某一个sx的字迹 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证明这个sx也是f positive OK所以所以这个是就没有那么直接就这个比较就是用到这种小技巧 然后他的定义也是绕了几层所以嗯可能会呃要要要要看一两遍才可以我忘了这个是在论文里的哪一个部分出来 但就就在他给的论文里面有嗯OK然后我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我可以再讲一下嗯我猜应该是怎么做的一道题嗯 嗯嗯嗯这道题嗯 他就说啊这个的claim是 claim claim um for any or not alpha 对吧然后 alpha之上的 啊 啊 最小的rank reflecting cardinal 啊 最小的rank reflecting cardinal 是他的cofinality是omega 嗯 我没有仔细减少猜是这样做就首先他这个rank reflecting就我们首先 嗯 嗯 让我看看 OK我们先去 idea 嗯 suppose kapa 是 least 哦 这样子 suppose 嗯 kapa是alpha之上的一个 啊 rank reflecting 就是这个cardinal 就这个cardinal 对吧 对吧 and suppose um cofinality of kapa 是不可数 是不可数 啊找到一个 找到一个 找到一个基数 他可以被写为某一个可数序列的supp 对吧 然后你看这整个claim里面的定义能让我们用到的可数的东西 就只有嗯 我们回回顾这个rank reflect这个定义对吧 rank reflecting 那这里能让我们用到的可数的东西就只有这个我们量化了这个公式的集合 所以我们就要尝试通过这个公式的集合来找到这样一个可数序列 然后公式只有可数个这么多呢 所以我们就要想想要找到一个这样的可数序列 所以我们就可以尝试 嗯 所以我们就可以尝试 所以我们就可以尝试 这样的一个 嗯 我们叫做A phi 定义为 beta less than kappa beta 嗯 is rank reflecting for phi 对啊 我说这个beta对于phi来说是rank reflecting 就是啊 rank reflecting 那个定义里面 我不对所有的phi都进行universal quantified 对吧 然后我就只我就只考虑说对于这样一个phi 嗯 开头这里这个啊 rank reflecting的定义成立 对啊 ok 然后我们想证明就这里就是啊我没有继续做的地方 因为时间不够 然后啊我们想证明这样的一个集合 是 嗯 啊 club in kappa 我没仔细检查 我就是聊聊草草写了一些东西 反正你就是用卡帕的这个 嗯 啊 啊 用卡帕的这个 啊 reflecting 这个性质 你就不断的找越来越高的越来越大的 这样的beta 就是你没找到一个beta 他完了之后他还是卡帕底下的一个东西嘛 你就可以继续用你这个rank reflect这个性质 找到一个在beta之上的reflectify的这样的一个集合 啊 啊对对 的这样一个叙述 ok 然后 所以如果我们考虑这样的一个交集 什么交集呢 对于集合论语言 我写这个东西就是集合论语言 里面的公式phi 这样的一个交集非空 对吧 因为它的假设 我这个用的是 cofinality of kappa quader than omega 所以平时可能不知道你们 之前学那个 这一类的kappa club filter的时候 用的是什么 教材 就是很多教材里面 他们会喜欢说这个club filter 是什么什么complete的 这个是需要用到选择功力的 但如果我已经给出了一系列的club 对吧 然后我想要说这些club相较非空 这样一个事实是不需要用到选择功力 就你可以构造性的把这个 嗯 非空这里面的元素给给给写出来 OK 那那那如果 嗯 你这个beta 那我写这个叫a吧 我要写出a 如果beta是a的元素 那么啊 beta就啊 啊 reflects 我beta就是rank reflecting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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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啊 就 当然 到这一步我们还没有完全啊 得出这个cofinality of beta一定会是 Omega 但这个idea就是说如果他不是的话啊 如果他的cofinality还大于Omega 那你就把它 就是把把就是把上面这个论证对beta再做一遍 就argue as above with beta in place of kappa 那反正就是这个idea就是这样子 他这个中间主要的构造性的地方就是你考虑这样的a5 完了之后证明这些是club 嗯 就是他是closed的这个就很简单 因为这个rank reflect的定义就会使得如果你是一系列的啊rank reflecting cardinals的极限 那那那那那那你自己本身就是rank reflecting 嗯 然后另外这个unbounded的话就是要真正用到rank reflecting的这个这个性质 就你写出来的话就会越用到很多记号 但就是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我自己也没仔细检查 对 所以我就还写一个 半虚半实的这个qed ok 好 今天就到这里了 这个绿的这个 因为kappa的kappa的就f的值域是是他的一个子 啊再想一遍我们听见 就是对这个地方好像前面他说是是相当他定义的那个叫什么 叫林登宝姆数说v alpha的就kappa是 要大于因为kappa是不是一个v alpha的满设 嗯 所以是他定你这里 需要用了他是hardgold是从kappa没有到v alphaplus1的单设 对呃我可以写出来让我看看啊我 比如说这个我 这个我 好像是我我没有看 比如说 assume kappa is not the surjective image of of 啊 v alpha for any alpha less than kappa 对吧 对吧他就觉得这个kappa是什么 move limit吧 对吧 然后 then 就不存在任何的kappa 到v alpha 啊 plus1 的 injection 啊 为什么呢就是suppose nought 然后如果f是到kappa 从kappa到v alphaplus1的injection 嗯 我考虑一些我想一下怎么写啊 因为这里要设计一些记号的问题 嗯 每一个 嗯 for alpha in kappa f alpha 是v alpha加1的元素 对吧那这v alpha加 哦 我以后又又用错记号就i吧 fi是v alpha加1的元素 但v alpha加1的元素是什么呢就是v alpha的子级吗 对吧所以如果你把 嗯 你定这时候那那那我们就可以define f 从v alpha 到kappa 这样一个满射 嗯 f of x 对吧这个x是v alpha的一个子级 等于 等于f 的 呃 呃 呃 f 这个of x的这个 就是小f的 逆映色 的这个 呃 呃 一下子集一下元素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这样work呢 因为就为什么这是一个满设呢 因为小f在整个kapa上都有定义嘛 所以你考虑原相的话 你就肯定可以满设完整个kapa 然后 对所以 但这个就会是 是不是partial那种想象 嗯 对他不是partial 对他 嗯 对我要证的是什么来着 ok 对 对吧 但这个idea就是这样子我看看 所以这个 ok ok我懂我懂就是我把这个 f of x 就是 就是 啊对对没错没错 嗯 对就这个 可能大写小写搞的有点 啊 不是很那个这样的一个 f 嗯 对这样就可以work 对吧就是我这个f然后我看他作为一个 嗯 嗯 哦啊不好意思我是不是写反了我这个 我把alpha跟alpha加1写反 对 嗯 嗯 嗯 是不是呢 我看我 我就是对 对对就是我可能这个这个大写小写和alpha加1搞的有点混 对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对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好谢谢 好 对 感谢观看